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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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已經進入宗教人類學的第三週 然後同學說好像宗教的 其實每一個大師們 都因為他們要處理的問題不一樣 對宗教有一些不大一樣的芥蒂 那我們其實在經濟的第二個禮拜 我們有談到馬克思 馬克思認為宗教是一個意識形態 就是合法化不平等的生產關係 我們下禮拜還會繼續馬克思的論點 就是我們要問的是 那為什麼被壓迫者要接受這樣一套意識形態 那意識形態到底如何運作 然後意識形態如何滿足每一個參與者的需要 然後我在想我們 我大概這一門課可以介紹的宗教的定義 就是從社會學的古典三大家開始介紹 那我們的政治的第一個禮拜 我會談到戈爾茨跟韋伯 因為戈爾茨就是把韋伯的觀念 做了很多的修正跟應用 在不同的文化當中 您知道古典社會學三大家嗎 戈爾茨、韋伯、馬克思 那過去我們一直認為戈爾茨是屬於實證的 韋伯屬於詮釋的 馬克思屬於批判的 那我在想我今天應該 如果要讓同學對於宗教的 就是大師們對於宗教的定義有更多的了解 我應該要談戈爾茨 所以今天談完李維斯托之後 如果有時間我大概就談戈爾茨 戈爾茨對於宗教的定義 大概也是現在被普遍運用得很廣的 就他認為宗教是跟神聖性相關 然後宗教必須要有組織、教義跟儀式 那我如果今天看看有多少時間 我可以講到多深 就是我想我不大可能把所有的 對於宗教的定義都講過一遍 因為講太多其實同學可能也不大知道 為什麼每個學者要做不同的定義 所以我想我今天大概的目標 就是講完李維斯托之後我談戈爾茨 而且李維斯托是受到圖爾茨影響很深的 等一下我也會談到說 他跟圖爾茨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然後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就談一下 我有一篇談轉中的文章 因為那一篇文章 其實我也在跟人類學裡頭的 宗教研究做對話 然後我也是在問宗教是什麼 所以如果有時間我再介紹那一篇 轉中的文章 應該還沒有同學看吧 據說也不是很容易看 所以我想還是 但是這一門課大概就是我希望用比較簡單的語言 把這一些很複雜的研究做一些介紹 那起碼你們如果要再進一步去找相關的 如果要進一步深入的閱讀 或找相關的資料 可能會比較容易一些 那我們今天要談李維斯托 李維斯托在人類學裡頭非常的特別 是因為他的影響力 他真的是一個人類學者 然後影響力便及哲學社會學各個學科 他要談的是所謂人類思維的普通結構 然後在他之後 其實後結構論更是當代那個影響力非常大 就是談意義不斷的生成 然後不斷的研繹的過程 那我今天大概如果可以把李維斯托講得清楚 就是我要談的是他一個很基本的思考架構 因為李維斯托的著作是如此的豐富 從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 你們可以看的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其實他是在跟圖爾幹做一個對話 因為圖爾幹有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然後他就寫了親屬關係的 親屬的基本結構 這是他的博士論文 所以可以看到其實圖爾幹對他的影響 然後他接下來有憂鬱的熱帶 有兩卷結構的類學 然後有the savage mind 其實台灣有翻譯就是 我看他翻成the savage mind 野性的思維 那我今天有一些討論 大概就是從野性的思維開始 因為野性的思維 大概是一些他很基本的觀念的介紹 然後他有試卷大的神話卷 然後還有很多很多的小神話卷 然後有所謂的面具之道 就是他晚期的研究 那我今天會在野性的思維這一個架構之下 這一本書的一些架構之下來做介紹 因為我覺得還是 野性的思維還是要進入他的研究一個 比較容易切入的一本著作 然後很推薦大家去唸野性的思維 因為我在唸的時候 其實你們現在所唸到的 所有的這一些大師們的著作 其實我研究所的時候幾乎都只有英文 然後我那時候唸了Safjima 唸了五六遍 還是不懂他到底在幹嘛 其實現在唸即使是中文的 你如果沒有掌握他基本的架構 還是非常非常難唸 因為結構研究的一個特色是 他有一套基本的 就是他認為的基本的人類的思維結構 然後他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真的是信首輾來 所有的神話所有的現象 都可以用他這一套結構來做分析 所以你如果沒有掌握他基本的結構 你真的是很難很難去了解 他為什麼可以一下跳這個一下跳那個 然後在各個族群在宗教神話疑似親屬 各個現象中可以不斷的轉換 所以我今天大概要介紹的是 這一個基本結構 可是因為我想要把這個基本結構做一個比較容易的 讓大家比較容易的理解 所以中間有很多他這一本書裡頭 我覺得還滿精彩的論述 滿精彩的例子 我可能沒有辦法一一的講 我可能舉一兩個例子 你就可以知道他那個例子 就是他可以把非常非常的複雜的例子 透過他的結構分析 然後來談其實古今中外各個 就是所有的族群其實都有一套 普通的思維方式 所以他的研究其實會跟其他的人類學者很不一樣 其他的人類學者基本上就是 在一個族群做很深入的研究 然後建立對這個族群的 政治經濟親屬宗教的了解 那我雖然我的這一門 可還是希望從這一些不同的民族字裡頭 稍微抽象一些思考的方式 來幫助我們看待當代的社會 可是李維斯托他基本上 他就不是在一個族群做政治經濟親屬宗教的研究 他是把所有的古今中外的例子 放入他的結構分析裡頭 來探討人類思維的普通結構 這是他跟其他的人類學者非常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也是他到現在其實影響力可以非常大 因為在這個結構之後 其實後結構就是進一步去談各種的 李維斯托談二元 可是後來後結構可以談到非常的多元 然後可以談到那個意義怎麼樣不斷的在生產 或者是不斷的生成的過程 那我今天大概分幾個面向來談他的 來介紹他 第一個就是先從科學的人類學這個面向 李維斯托認為他要建立的是科學的人類學 就是所謂的科學的人類學就是 他建立了一套結構 所以所有的現象不管怎麼樣改變 都可以用這一套結構來解釋 他認為過去的人類學研究太不科學了 譬如說我們談圖騰制 每次只要看到一個新的現象 我們要重新去定義圖騰是什麼 譬如說過去可能看到圖騰是跟生態相關的 可能是生態中比較稀有的動物或植物 然後那個社會會用禁忌用儀式 來保護這個稀有動物植物 所以過去可能就認為圖騰是跟生態相關 可是後來有一些人看到圖騰不一定是 這個社會中稀有的動物跟植物 他可能是蜂 可能不是那麼重要的生物 所以開始像圖騰就會去談說 其實圖騰重要的不是對於生態的保護 或者是怎麼樣去維護那個稀有的動植物 而是圖騰就談說圖騰代表的是社會 然後圖騰的神聖性是來自於社會 最後對圖騰有一個新的界定 那李維斯托基本上認為說這些都不夠科學 所謂的科學是你不管看到什麼現象 都可以用這一套思維方式來做解釋 所以他要談的是科學處理的是表象後面的深層結構 就沒有主位客位的差別 而是真正的課理 就是不管誰來做研究 其實都可以看到這一個結構 他不會受到研究者主觀的影響 然後他認為人類學是跟語言學一樣 因為他會用結構語言學的方式 來運用到所謂的神話學親屬的研究 他認為人類學跟語言學一樣是通則知識比較 而且所有心靈的形式是一樣的 我們必須捕捉每一種制度下的無意識結構 他談的人類心靈的普通結構 就是他認為所有的人在無意識之下 都有一套二元對立的思維結構 就是無意識的心靈結構 或無意識的一套思考方式 是一套我們不斷透過二元對立來做思考 這個其實如果等一下我有空的 就是我們有時間的話我再來談說 那性別研究怎麼樣 你們可以回想我們那時候性別研究 其實都是在跟結構主義做對話 那他基本上認為結構主義的探討方式 是paradigmatic 就是一種典範式的 是先認定某一些共同要素 某一些架構 所謂的科學研究是在於 如何去找尋這一些要素 他認為親屬有一套普通的結構 因為他認為親屬有四組最重要的關係 那所謂的科學研究是 就是把這每一個族群的親屬制度裡頭的 這個四個關係先找出來 然後去分析這四組關係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他們的觀念方式是什麼 這是他所謂的科學 就是先認定每一個現象有一些基本的要素 然後這一些基本要素的 就是可以進行跨文化的比較研究 然後他認為這一種結構分析的方式 是相對於我們前面所談到的結構功能論 結構功能論基本上是一種比較歸納式的 就是如果你們想到我們在倫諾的時候 所談的那一套結構功能論的方式 結構功能論的方式基本上是 從現象中去做歸納 然後結構主義的思考方式 是一種典範式的 先找出普通的結構 就是先找出每一個現象的基本要素 然後再進行跨文化的比較研究 這個懂嗎 就是他要談的是科學的人類學 那等一下我會進一步去談 他認為的親屬或宗教 有一些什麼樣基本的結構 就是我們先看他要做的 其實是一個跟過去的人類學者 做的方式很不一樣 是一種paradigmatic 是先認定某一些共同的要素 然後再去進行分析 那到最後你們當然也可以問說 為什麼是這一些要素 或者是他的一些分析方式 當然到最後都有一些討論 這個我們也放到最後再談 就是他要談的是科學的人類學 然後是一種paradigmatic的研究 就是要先認定有哪些共同的要素 先建構起那一套分析的架構 然後再把所有的他看到的資料 都透過這一套架構來做分析 然後在the safety mind這一本書的後面 他其實有跟沙特的對話 他認為沙特認為意義必須要從人自身來了解 歷史要從事件來了解 事件的意義在於幫助我們解脫外在結構的限制 這是存在主義者的看法 可是結構論者認為 李維斯托認為每個現象都是對於結構的重新組合 所以重要的不是獨立事件 而是事件背後的超時階因素 那重要的是李維斯托強調結構 然後每個現象都是這一個結構裡頭 各種不同要素的重新組合 然後存在主義者強調的是事件 事件可以不斷讓我們超乎結構的限制 而且不斷重新的去創造意義 那你們也可以知道這兩個論點 其實都不是那麼的完整吧 應該說其實他都少了某一些面向 所以後來影響的內學比較多的 反而是去談結構跟事件之間不斷的辯證的過程 我們不會只談事件 也不會只談結構 我們會去談事件跟結構之間不斷的辯證過程 這就是你們今天文本所提到的沙令斯 那沙令斯 我們在最後一個禮拜歷史的內學會在討論 他基本上做夏威夷群島的研究 然後他去談說很多的事件 譬如說庫克船長到了當地 當地人如何去理解庫克船長到來的這個事件 甚至他們是用他們的宇宙觀 來理解一個西方人的到來 可是在理解的同時 其實他們的宇宙觀 他們的社會關係都重新在改變 就是他們面對一個外來的事件 一個西方人到來這個事件 他們透過原有的宇宙觀 譬如說他們認為 他們有一個神叫羅諾神 然後他們認為庫克船長在那個時間到來 是那個好像是那個神的到來 所以他們用這個原有的宇宙觀 來理解一個新的世界 理解的同時 其實他們原有的那一套社會關係 或者是宇宙觀其實都在改變 這是我們談的事件跟結構之間的辯證關係 有一點衝向 我們在最後一個禮拜會再談 其實到目前為止 我要告訴你們的只是 人類學裡頭大概最重要的研究方式 不是指強調結構 也不是指強調世界 而是看到世界跟結構之間不斷辯證的過程 就是當地人如何用他們原有的觀念 來理解一個新的世界 然後在理解的同時 其實原有的社會關係 原有的宇宙觀都在改變 其實我後來在做 泰魯格泰亞跟塞德克的研究 大概也比較去強調 世界跟結構的辯證關係 譬如說他們遇到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 就是資本主義進來之後 他們如何運用原有的一些觀念 在理解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 是理解的同時 就是雖然他們譬如說 他們透過原有的一些Wire的觀念來理解 我這樣講有點抽象 我等一下再具體一點講 就是我要談說 其實我自己的研究 大概也是在談 事件跟結構的一個辯證關係 可是我可能有一些不大一樣的地方 就是基本上我會去談的 反而是每一個文化概念的多異性 然後在每一個新的情境之下 那個意義不斷重新再生產的過程 這個等一下我再舉一個例子 就是提一個轉中的例子來做說明 好 那到這裡OK嗎 就是李維斯托跟過去的類學者 不一樣的地方 是他是一個paridigmatic的研究 他是先認定某一些 每一個現象有一些共同的要素 譬如說親屬有一些共同的要素 然後透過這個認定之後 再把這一套他已經認定好的關係跟結構 拿來做跨文化的比較研究 他認為這是所謂的科學 就是你不管遇到什麼現象 其實都不會動搖這一套所謂的基本結構 那當然最後他會被問的就是 那為什麼是這一些要素 然後他對於宗教的研究也是 那接下來我就比較具體一點 第二點就開始去談他怎麼樣做親屬的研究 就Elementary Structure of Kinship 是他的博士論文 然後這一本書應該有四百多頁 然後真的是古往今來 所有的親屬制度都做分析 可是其實他裡頭就是 他談的一個paridigmatic的研究 就是所謂的科學的研究 他是先認定親屬關係 有一些重要的面向 那他怎麼樣認定親屬有一些 就是親屬到底有什麼樣重要的面向 他認為親屬有三個層面的意義 一個是婚姻方式 一個是互惠原則 一個是二緣對立的思考方式 婚姻方式他認為親屬是一種交換女人的方式 這個做gender study 的人 做性別研究的人一定都有意見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從我們 我們就複習一下 我們親屬第三個禮拜的性別研究 到底怎麼樣跟結構主義做對話 可是他基本上就是認為親屬的第一個面向 是一種交換女人的制度 然後他認為有三種形式的交換 就是有所謂的普遍的交換 有限的交換跟延遲的交換 就是他認為 就是親屬的第一個面向 是一種交換女人的方式 然後這個交換女人的方式 就是有所謂的簡單親屬體系 就是有正面的婚姻交換的方式 然後還有複雜的親屬體系 是沒有正面婚姻的法則 然後在有正面婚姻的法則裡頭 有三種交換女人的方式 一個是普遍的交換 普遍交換就是有很多的群體 A 給 B 一個女人 B 給 C 一個女人 C 給 D 一個女人 這每一個群體都彼此去交換 就是 A B C D 這樣一直交換一個女人下去 然後到最後會有一個群體 再還一個女人給 A 這個群體 這個叫做普遍的交換 就很多群體之間所進行的交換 然後所謂的這個是普遍的交換 然後第二個叫有限的交換 有限的交換就是兩個群體之間 直接互換女人 然後第三種叫做延遲的交換 延遲的交換就是在這一代 你們可以看在這一個代 這一個氏族 就是這一邊有一個女人換過來 就是這個是人類學的系譜的語彙 你們就知道 三角形是男生 圓形是女生 然後這個等號是婚姻關係 這個下面這個直線是親子關係 所以你們看在這裡叫延遲的交換 就是在這一代 這一個氏族 這一個群體 給這一個群體一個女人 然後他們生下的小孩 如果是女性的話 就會再還給這個群體一個女人 這個OK嗎 延遲的交換 就是他不是在這一代完成交換 是在下一代完成交換關係 好沒問題 你們大概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這個 其實就是這一套 他的這一套婚姻交換方式 後來在人類學裡頭發揚光大 有很多的學者把他發揚光大 其中有一個叫做力曲 他把這一套婚姻交換方式 拿來研究所謂的 Hylen Burma 就是緬甸高地的卡床族的研究 好 這個力曲應該 我下禮拜才會談到 就是他怎麼樣利用 李維斯托所談的婚姻制度 去談在緬甸高地的政治體系之間的 一個擺動的過程 就是他們政治體系 是在貴族體系跟平等體系之間 不斷擺盪的過程 然後裡頭一個很重要的機制 就是交換女人的方式 這個我就下個禮拜再談 就到這裡OK 他談親屬有三個面向 一個是交換女人的方式 然後他認為交換女人的方式 有所謂的簡單親屬體系 跟複雜親屬體系 那簡單親屬體系就是有一個正面的 正面的交換的制度 然後這個正面的交換的制度 就是包括普遍的交換 有限的交換跟延遲的交換 然後複雜的親屬體系 應該比較類似我們現在 並沒有一個固定的群體之間 如何交換女人的方式 那除了一個是交換女人的方式 親屬的第二個面向叫做互惠的原則 這一點是他受到圖爾幹跟MOS 的影響 MOS 你們還記得嗎 就是我們在經濟的第一個禮拜有談 他談到禮物交換 然後談到禮物交換如何做為整體的社會現象 那其實圖爾幹跟MOS 他們也有合作寫書 然後他們之間其實有很多的 應該就是同一個選術社群的人 圖爾幹他 我等一下會談圖爾幹的那個最晚期的著作 然後你們知道圖爾幹在社會學的重要性 是他建立起所謂社會學研究的一個基礎 他認為Social Factor 社會事實 是獨立於個人的意識或個人的慾望 個人的願望 就是所謂的Social Factor 是獨立於個人而存在的 所以他建立起社會學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 那圖爾幹有四本很重要的著作 我其實最後要談的是他那個晚期的著作 因為跟人類學的討論比較有關 然後他在早期的著作分工論 他有談說其實就是社會連結的方式 他認為在前工業社會 因為人跟群體就是前工業社會 人的同質性比較高 然後他們是透過一種 就是他們的連結的方式叫做機械的連帶 然後到工業社會一方面人口增加 然後一方面職業分化 然後在工業社會 就是當人口逐漸增加 然後職業開始分化之後 那個社會群體之間的差異性變大 然後是透過分工來做結合 就是圖爾幹跟莫斯 其實對於那一個社會群體之間 如何透過分工或透過交換 來做連結的這個這一個論點 其實對李維斯托爾是有影響的 所以他認為親屬的第二個面向 是一種互惠的原則 然後所謂的互惠 他延續莫斯的討論 他認為其實所謂的交換 親屬除了交換女人之外 同時也在交換所謂的訊息 語言符號或者是貨物 他認為有三種交換 就是女人的交換 然後訊息的交換 跟貨物的交換 那在李維斯托爾的討論裡頭 其實沒有進一步去區分 這三種交換其實有不同的交換方向 他反而是透過你的交換 同時在談禮物的貨物的交換 跟訊息的交換 那比較有趣的就很挑戰性 考驗一下大家的邏輯思考 今天真的就是一連串的邏輯思考下來 然後我中間會舉一些例子 讓大家稍微運用一下他的邏輯思考 來做一些就是跟我民族誌的連結跟對話 他認為親屬三個面向 一個是交換女人的方式 一個是互惠的原則 第三個就是他所談的親屬的體系 背後是一套二元對立的結構 他認為親屬有一些基本的要素 所有的親屬類型 都是這一些基本的要素 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組合 所以一開始他要談親屬的基本要素 這個是我按照他所談的親屬的基本要素畫出來的圖 所以這裡就是有四組關係 夫妻關係 父母子女關係 兄弟姊妹關係 還有救生關係 他認為所有的親屬關係 最重要的是這四組關係 然後接下來他的親屬關係基本結構 就是透過這四組關係來討論 每個文化中的親屬關係的同意 這個圖是歷曲所整理出來的 歷曲有一本介紹李維斯托很好的書 叫做結構主義之父李維斯托 他把Elementary Structure of Kinship 這一本書的親屬關係做了很好的整理 這個是他按照李維斯托所談的這四組關係 所整理出來的這一些不同的族群 他們關係的內涵有什麼不一樣 這四組關係就是兄弟姊妹 夫妻父母子女還有救生關係 然後在不同的文化中 這一些關係的內涵不大一樣 在這裡他們的內涵是 這個父跟正代表的是相互分離 這裡正代表是他們強調的是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 父代表是他們之間的分離關係 就是所有的親屬關係 都是這四組關係裡頭正負正負不斷的組合的過程 在這裡頭譬如說初步蘭 他們的兄弟姊妹的關係是強調分離 他們的夫妻關係強調的是相互性 然後在這裡他們的父子關係強調的是親衣 他們的救生關係強調的是親密跟尊重 就是在這裡的正跟負分別代表的是相互性跟分離性 在這裡的正跟負代表的是親密跟尊重 就是他其實要談的不是這一些內涵是什麼 他認為他要談的是你透過這四組關係的 這四組關係的相互對應 你可以找出這一些不同族群 他們親屬關係 其實就是這四組關係不斷的組合 然後裡頭有不同的內涵 就譬如說初步蘭島 如果是Menowski 的研究 他一定是去談初步蘭島 譬如說他因為強調的是母系 小孩子是屬於他的成員身分 是跟母親的兄弟這一邊 就是他跟舅舅這一邊是同一個群體 所以在初步蘭島 反而小孩子跟舅舅的關係是一種尊重的關係 另外一個討論的方式是 其實這樣的一個關係 就是他是屬於這個群體 可是他們的關係反而是一種 不是親密的 就是他在初步蘭島的舅舅跟子子的關係 有點像譬如說 我們社會裡頭的父子關係 小孩子屬於父親的這個群體 可是他們的關係反而是很強調尊重 反而不是那一種戲虐關係 然後相對而言 因為小孩子屬於舅舅這邊的群體 那反而小孩子跟父親之間是非常地親密的 那個joking relation 又是人類學另外一個討論的 就是反而那一個 如果是在父系社會裡頭 舅舅跟子子的關係是非常地親密 然後在母系社會裡頭 反而是父子之間的關係是親密的 這個我沒有要進入這麼細的討論 因為這比較像美納斯基的討論方式 就是很進一步的去討論中間的 那個關係的內涵是什麼 可是結構的分析 它的重點不在於討論這些內涵 它重點是把所有的親屬關係裡頭的 親屬制度裡頭的這四組關係先找出來 然後透過這一些相互分離 親密尊重這樣的關係 來做一些結構分析 你們大概就知道它的方式是怎麼樣 所以它的親屬的研究 基本上就是找出親屬制度裡頭 四組重要的關係 然後去討論這四組關係之間相互對應的方式 所以它認為它重視的是 行為背後的潛意識的衍生結構 這一套潛意識的二元對立結構的 基本的來源 就是它最基本的就是人類的心靈 就是人類心靈有所謂潛意識的普通的 二元對立的思考結構 這是它的基本的論述 所以我們就談 從那個親屬的分析 我們來談它基本上要談的二元對立的結構 結果李維斯托會一開始是想要透過 是想要去分析親屬 可是後來他發覺其實親屬制度 會因為政治經濟的環境 而有非常非常大的變異 譬如說到了當代 我們好像找不出那一套二元對立的結構了 所以後來他就開始轉到所謂神化學的研究 因為他認為神化學不管經歷怎麼樣 政治經濟歷史的變遷 他背後那個結構都還是很清楚的 那這裡就是開始 我們從他的二元對立要開始進入 他的神化學的研究 從前面的親屬 我們就開始談說他認為每一個體系 都是由一系列的對立組成的 這一些對立組彼此互相關聯形成 一個對立的體系 然後這個就是他的Savage Mind 談了一個最簡單的對立組 就是透過二元對立來討論 各個層面之間的關係 譬如說男人跟女人的對立 相當於天空跟土地的對立 相當於天上飛的跟地上行走的對立 相當於右手跟左手的對立 這是一套結構分析的一個非常典型的方式 就是二元之間有在不同的層面 都有幾組二元的對立 然後這幾組二元對立之間是相互平行的 所以男人相當於天空 相當於天上飛的相當於右手 女人相當於土地相當於地上行走的 相當於左手 所以就是男人天空天上飛的右手是相關聯 女人土地地上行走的左手是相關聯 這是很典型的二元對立的方式 所以我們之前的性別研究 其實就是在跟這一套二元對立做對話 所以我們談的其實是 就是在過去的結構主義 強調的是男女的二元對立 可能相當於公領域跟私領域的二元對立 相當於文化自然的二元對立 相當於社會個人的二元對立 就這幾組二元對立之間是相互平行的 所以男人相當於文化 男人跟公領域跟文化跟社會是連結的 女人跟私領域跟自然跟個人是連結的 這是一套結構主義的一個分析方式 就他不是只是在談一組二元對立 而是談各個層面的二元對立是相互平行 相互連結 然後其實整個gender study 就是在跟這一個二元對立做對話 所以我們基本上 我們親屬的第三個禮拜談的是 我們重新去思考每一個範疇 譬如說公領域私領域是什麼 文化自然是什麼 社會個人是什麼 然後透過這一些思考 我們進一步去談 其實二元之間不是對立的 譬如說文化跟自然 是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 譬如說社會跟個人也不是對立的 反而人可以透過各種不同的交換方式 人個人本身就是社會關係的負債者 然後人可以透過交換方式去建立起社會性的人觀 然後包括公領域私領域也是 就是文化自然社會個人 還有公領域私領域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我也談了一個 美國人類學大師Karmeloff 他去談的南非的研究 就是他們的公領域跟私領域的界定方式 是不同於我們 他們可能用父系的連結母系的連結 來界定公領域跟私領域 然後因為他們的交表婚會讓人跟人之間 同時可以具有父系跟母系的連帶 所以他們可以在每個情境之下 去強調父系或母系的連帶 所以在所有的社會情境之下 其實人都具有某種重新去詮釋跟 就是重新去詮釋關係的一個空間 因為不同的關係 父系的關係強調的是競爭性的關係 母系的關係強調的是 互補性跟親密的關係 所以每個人可以在不同情境之下去強調 彼此之間要強調的是競爭性的 或者是互補性親密性的關係 就是其實人類學的gender study 一開始是從這一些二元對立的思考開始 那你們現在念的結構主義應該會比較 再回頭去想一下那個性別人就應該會比較容易 好 有沒有什麼問題 就這一套結構分析其實還沒有辦法 就是二元之間的關係 好像是還沒有辦法完全超越 因為其實人開始進入文化 人開始去認識自身一定 譬如說小孩子他要開始成為獨立的人 其實就是先認知他跟母親是不一樣 開始有我跟你的區別 就是其實分別就是一個文化的開始 可是人類學要談的是 好像有一個基本的二元對立 是人去成為文化開始認知自己 獨立於他的一個開始 可是人類學反而要談的是 二元其實你如果透過更細膩 譬如說我們在談的那 gender study 所談的這幾組二元對立的關係 你如果很細膩的去討論 反而會看到的是社會是一個 非常非常多元的一個 就是每一組二元之間 其實可以建立起一套非常立體的 一個社會文化的資訊 就是那個gender study 我要談的是這個 就是我們不是透過二元在界定 男性或女性 反而我們透過那一些 對於二元的反思是要談 社會其實是有非常非常多組的關係 所建構出來的 甚至這這麼多元的關係 其實你可以一直再發展下去 可以有各種不同 可以就是社會的那個立體性 其實是可以超越那個二元對立的 他不是只是 就是過去的研究可能認為 男女是一套二元的對立 可是後來我們開始去思考 就是其實男女是一套連續體 就是每個人身上都有男性特質跟女性特質 然後進一步再從譬如說公領域 私領域文化自然 社會個人 這一些項線開始去討論 其實每一個文化都是可以透過很多組的二元 去建構起一個非常立體的社會文化秩序 然後每個人在這一個非常立體的社會文化秩序裡頭 都有他自己的位置 他已經超越了那一個二元對立的概念了 甚至如果我們剛剛所談的那個性別研究 如果你們還記得我之前 辛子內亞跟非洲的民族誌 其實那個性別的組成是更加的複雜 就是非常多元的組成方式 而且是在社會情境中 可以不斷的重新去界定 就是我讓你們看的是 他結構分析主要談的是二元對立的原則 然後談的是 就是所謂的二元對立 他其實是在各個不同的層面之下 人類學要思考的是 雖然有二元對立 可是這些二元之間 就是有所謂的二元 可是二元之間不見得是對立 然後每一組二元之間也不見得完全是平行的 他中間是可以有非常複雜的組合方式 李維斯圖的東西 我覺得非常有趣的地方 是他建立了這一套二元對立 然後我等一下會談他的神話分析 好像二元對立之間也有一些矛盾的關係 可是他因為是透過神話的分析 來分析各種矛盾 那反而這一些矛盾之間如何超越 反而是後面的學者會進一步討論 所以我們下禮拜會談的Block 他其實也是在談一套二元對立 可是他就是談到二元對立之間的各種 就是極組二元對立之間的各種矛盾 然後社會如何去超越這樣子的矛盾 去重新建立社會秩序 這個可能就是我覺得李維斯圖 他反正就是建構了這一套結構分析的方式 然後其實他的書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沒有那麼機械 他透過很多的神話 其實隱含一些結構之間的一些矛盾的 各種矛盾的關係 可是因為他畢竟還是做神話研究 然後這些矛盾的關係 到底在社會文化的一個實踐過程 到底如何被實踐 如何被超越 或者是如何透過一些實踐超越的過程 重新去建立秩序 這個反而是後來的人類學者 進一步去討論的 所以下禮拜那個Block 大概就是在這個架構之下 去談意識形態如何去建構 然後意識形態如何去被各個不同的 就是在不同的時代被不同的人使用 來合法化不同的權威 就是我們那個時候在談布農族 有Masha Hanidu Makawan Hanidu 記得嗎 就是他們的人觀裡頭 他們認為人有右肩的精靈 左肩的精靈 分別代表所謂的集體秩序 跟個人失利 然後人的一生是不斷在協調 集體公益跟個人失利之間的矛盾 然後不斷在超越的過程 然後面對衝突的時候 會有所謂的新 以實際上來作為一個協商的機制 然後黃先生 黃昱貴老師在這一套 對於人觀的討論 他也同樣的透過結構分析 建立了很多組的二元對立的結構原則 然後甚至就像剛剛的結構分析 其實左邊的這一些是相互連結的 譬如說左個人私序身體女性母親的夫妻氏族相互連結 然後右邊跟右邊的這幾組也是相互連結 就是右邊跟集體秩序精靈男性 父親的夫妻氏族相互連結 可是黃先生大概有超越結構主義的方式 是在於他進入當地人的象徵觀念 就是哈密度的觀念 然後去談說其實他們如何在各種不同的儀式過程 去經驗去實踐那個人觀 所以他不是只是在做結構分析 他有進入當地人的觀念 就是哈密度的觀念 然後有進入一套儀式實踐的過程 然後談當地人如何在實踐的過程 去經歷這一套人觀 所以他其實也是結合了結構分析 象徵分析跟實踐論的研究 甚至我那時候有提到說 其實哈密度的觀念在西方教會進來之後 也產生了改變 可是反而重要的是 其實他們過去的那一套身體的關係 譬如說他們透過做夢 來跟各種不同的哈密度 溝通了這一套 我們講habitus 這一套文化的關係 其實到現在都還是很重要 所以黃先生有一本書 談布農族就談做夢的民族 就是他們其實透過夢 其實是人的哈密度 跟各種不同的哈密度之間的溝通過程 包括過去在種小米的時候 包括他們去打獵的時候 都是不同哈密度之間的溝通的一個過程 所以反而重要的是 即使結構 就是譬如說哈密度的觀念在改變 然後結構的方式在改變 可是那一套身體的關係 就是所強調的人跟物 人跟人之間的溝通方式 其實到現在都還繼續被實踐 甚至很重要的是 在面對當代資本主義的問題的時候 他們會重新去恢復夢瞻 或者是恢復那個集體禱告治病 來重新建立人跟物 人跟自然 或者是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剛剛第一個部分要談的是科學的人類學 然後第二個部分要談的 以親屬的研究作為例子 來看結構分析怎麼樣去做親屬的研究 然後第三個部分就是讓大家回憶一下 我們之前的討論裡頭跟結構分析有關的 譬如說性別的研究 譬如說不農族的研究 然後接下來結構分析要進一步談的是 我們剛剛談的是二元的關係 就是所謂結構分析基本上是建立在二元 可是透過很多組的二元 你可以看到更複雜的 譬如說兩組二元的關係變成一個 可以分析一套三角的關係 譬如說深的 烹飪的 腐爛的 這是李維斯托的神話卷在做分析的 就是這三元之間是由兩組二元所建構起來的 透過文化自然這一組二元 還有正常變形這一組二元 建立起三元之間的關係 就是深的 烹飪的 腐爛的 這個我就不用進一步解釋 我只是要讓你知道結構分析可以不斷的 透過二元之間去建立起非常複雜的分析方式 那等一下會有四元的分析 那這裡我先談其實二元的分析 就是結構主義它基本上 李維斯托是受到結構語言學的影響 那結構語言學 Saussure 這一個人 他基本上把語言的分析分為兩個面向 就是語言有所謂的 言縮 speech 跟 language 語言 那結構語言學要分析的是 language 而不是日常生活的互動 那個言縮的部分 那所謂的語言 language 這一個部分 它的表意作用是由 signature 跟 signify 所構成 signify 我們翻成能指 signify 翻成所指 然後所有的能指 就是所有的符號象徵 其實都是能指 所有的能指的意義 必須放在跟其他能指的關係中來看 就是所謂結構語言學 最重要的就是要談能指跟能指之間的關係 能夠去 就是所謂的所指 那個意義或 reality 本身 就是所謂的 reality 不是我們可以直接去了解 我們是透過符號來了解 然後怎麼樣透過符號來了解 就是透過符號跟符號之間的關係 來了解意義是什麼 OK嗎 然後符號跟符號之間的關係 又能指之間的關係 基本上有兩類 就是隱喻跟轉喻 隱喻就是兩者之間是具有相識性 轉喻是兩者之間是具有連續性 譬如說在你們今天的讀本有談到說 譬如說我們用龍來代表國王 是因為龍跟國王是具有相識性 國王是人宗之龍 然後我們用皇冠來代表國王 是因為兩者之間是具有轉喻的性質 就是他們之間是具有連續性 因為黃國安是國王身上的一個延伸 所以你們讀本裡頭比較簡單的了解 就是其實 metaphor跟符號跟符號的關係 基本上就是透過相識性或連續性來 就是透過這個相識性或連續性的關係 來讓我們了解意義 那更進一步來談 就是透過剛剛已經談了二元三元 透過這個四元 這個是Sevich Mike這一本書裡頭的例子 他說其實鳥 狗 馬跟家畜 你們覺得有什麼關係嗎 他說鳥是所謂的隱喻的人 狗是轉喻的人 馬是隱喻的非人 家畜是轉喻的非人 所以這裡就是一套隱喻轉喻的關係 人跟非人的關係 所建立起來的世源的關係 為什麼鳥是隱喻的人 因為鳥跟人一樣是過著家庭生活 一伏一期 然後狗 狗是轉喻的人 是因為他的空間就是人的空間的擴大 然後馬是隱喻的非人 就是他跟人的社會生活是不一樣的 可是有某一些類似性 但是家畜跟我們的關係就是 他不是在我們生活空間的 他不是我們生活空間的連續 就是他透過那個Signifer 那個二元關係開始建立起一套世源的關係 然後接下來更進一步的是去談 透過這一組二元的關係 你可以進一步建立起很多套系統之間的關係 譬如說衣服 衣服也是透過符號之間的隱喻跟轉喻的系統 所建立起來的一套符號體系 譬如說衣服 你一定會有各種不同的帽子 然後各種不同款式的鞋子 上衣裙子跟鞋子 這一些帽子之間他們是有相似性的 然後衣服之間都有相似性 除了相似性之外 他們還有連續性 就是帽子跟衣服跟裙子跟鞋子 之間是連續性的 所以所謂服飾這一套體系 就是由這一些具有相似性的帽子 還有帽子、衣服、鞋子 這些具有連續性之間的 這一些服飾之間的關係所構成的 他認為每一套符號體系 都是由這一些符號之間的相似性 跟連續性所構成 然後同樣的食物也是 譬如說我們去吃 我們的食物會有Starter 然後Main Course 然後Deserve這樣子 Starter、Main Course、Deserve 之間是一套連續的關係 可是Starter 會有很多不同的Starter 他們之間會有隱喻的關係 然後包括家具也是 建築物也是 甚至音樂也是 他認為所有的這一些意義的體系 都是由符號跟符號之間的 相似性跟連續性所構成 所以你開始覺得 結構分析有他非常powerful 的地方 那當然後結構論者一定會去談說 其實符號還是有很多 就是符號包括意義本身 是不是可以跳脫這一套符號的限制 就是符號跟符號之間所建立起來的關係 是不是在不同的情境不同的脈絡 其實他會不斷有新的意義 不斷生產的過程 其實你們想一想你們網路裡頭 我覺得網路真是最好的例子 就是常常有各種的Kuso 然後裡頭其實那個意義 就會有不斷的有重新創造的過程 那接下來我們進入他的神話分析 他的神話分析 他認為野性的思維是具體的科學 就是他不認為所謂primitive 他的思考方式是比較落後的 或者是不同於西方人 他認為其實所有文化 包括primitive 包括現代社會 其實背後都是一套二元對立的思考方式 所建構起來的意義體系 所以他認為原始的思維 就是一套具體的科學 他認為其實所謂primitive 的思考方式 是對於周遭環境精確的認識 就是動植物不是因為有用才被認識 而是因為他們先被認識了才有用 所以他有 就是他的研究的特色是 就是他認為primitive 其實他 就是他們認知世界的方式 是一套非常具體 非常細膩的認知世界的方式 所以他不是把那個primitive 當作 他們是比西方科學還落後低下的 反而他呈現的是 他們對於周遭思考的認識 是多麼的細膩 譬如說他去談這個是 就是主迷人對於各種方位 各種動物植物的認識 譬如說他們的玉米 可能有這麼多顏色的玉米 他們的豆類有這麼多的豆類 所以他反而是讓我們看到說 其實所謂primitive 對於周遭的認識 其實是非常具體 而且那個思考的方式 其實跟西方並沒有絕對的差異 他透過這個圖 反而讓我們看到說 其實他們不同的動物植物 他們怎麼樣對應於不同的方位 這一些方位其實 如果你們還想記得 我們MOS 的時候在談 其實一個圖騰生物的每個部分 有對應到各種不同的方位 這個我等一下再進一步談 就是一步步先談說 他認為所謂primitive 的思考方式 是非常具體而細膩的 那接下來他談神話分析 其實他認為神話的思考方式 就像修補將一樣 這是一個霸為 有沒有人會唸 B R I C O L E U R 這個就是他認為說 因為我覺得這不是英文 我不敢隨便亂唸 他認為神話思考的創造 就好像修補將一樣 其實修補將跟科學 並不是絕對不同的 並不是兩類思考方式 其實他認為說其實修補將 就是神話思考是比較類似 修補將的思考方式 是因為所謂修補將的思考方式是 他的材料跟工具是不變 可是組合方式會改變 所以每一個神話 都是由諸成分的一種新的配置而成 其實就像他的親屬的分析 也是由幾個要素 然後每個文化的親屬關係 就是由這些要素新的配置而成 我可以再舉一個例子 譬如說修補將 修補將基本上就是材料跟工具不變 譬如說有固定的材料 譬如說有鐵釘 有木頭 然後有固定的工具 有鐵錘 有板手 然後修補將可以創造出各式各樣的傢俱 他可以創造出桌椅 架子之類的 所以修補將他基本的特色是 他的工具跟材料不變 可是永遠會有一些新的組合方式 所有的神話都是這一些基本要素的 從新的組合跟創造而成的 永遠有一個新的配置 然後他認為相當於修補將的神話思考 是不斷地把事件跟經驗加以排列跟重新排列 通過把事件的碎屑拼合在一起 來建立諸結構 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透過這一些共同要素 不斷重新的組合跟配置 所創造出來的過程 就很像是一個萬花筒 萬花筒裡頭的碎屑 可以產生各種結構的圖案 他認為這是神話分析的特色 甚至他認為這一個所謂修補將的一個思考方式 其實跟我們當代的藝術也很類似 其實藝術也是同樣的 就是同樣的要素 然後不斷重新的組合的過程 然後他的特色是 為什麼他的書不好念 是他隨便台一個神話 他都可以找到共同的要素 就是他對於神話討論真的是信守年來 可是他都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要素 因為他認為神話的背後機制是人類的心靈 而人類的思考原則是一樣的 也就是普遍的深層結構的存在 就是他對於他的四卷神話卷 其實就是信守年來去分析 背後都有各種二元對立重新的組合 譬如說這個是他對於澳洲的 澳洲從南到北的原住民的分析 就這幾組原住民他們的圖騰祖先 社會組織儀式圖騰慶典 還有他們的舉行的那個時間 其實每一個族群他們的這一些 圖騰祖先社會組織儀式慶典的舉行 就是個人或具體定期或不定期 其實都是每一個族群的神話 都是這一些要素的重新的組合的過程 就他的神話分析的特色 他認為神話分析永遠是 就是有一些基本的要素 可是會不斷重新的去組合 而有新的面向 可是他要強調的是那個背後的結構 其實有一些基本的二元對立的結構 那我後面就要再舉一些更多的例子 也是在這幾個例子都是Savage Mike裡頭所談到的 譬如說他談到圖騰子 其實他受到圖耳幹的影響 他跟圖耳幹不一樣的地方是 圖耳幹強調的是一個動物跟一個氏族的關係 這是我後面放圖耳幹 其實要去談圖耳幹怎麼樣去談圖騰子 希望等一下有時間談 圖耳幹強調的是一個圖騰之所以是神聖的 是因為他代表的是一個氏族 然後因為社會是神聖的 所以圖騰是神聖的 因為圖騰是一個社會的集體表征 就圖耳幹強調的是一個圖騰跟一個氏族的關係 可是李維斯托結構分析的特色 他要強調的是所謂的圖騰跟圖騰的關係 相當於氏族跟氏族之間的關係 那比較細一點的再看 他說圖騰子根據的是兩個系統之間的同態關係 兩個系統就是圖騰之間的 圖騰是一個系統 社會群體是一個系統 譬如說他舉了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他說有雨 鐵 暴 山陽這幾種圖騰 然後這幾個圖騰之間的關係 就相當於這幾個氏族之間的關係 因為雨大於鐵 大於暴 大於山陽 就是雨可以繡食鐵 鐵可以殺暴 然後暴會吃山陽 這幾種圖騰之間的關係 就相當於這幾個雨族 鐵族 暴族 山陽族之間的關係 所以他強調的並不是雨這個圖騰代表雨族 而是強調這幾個圖騰之間 雨 鐵 暴 山陽之間的關係 是相當於這幾個氏族之間的關係 然後他認為這一種分類的思考方式 其實是普遍的存在於所有的人類社會 譬如說美國職棒有各種吉祥物 他認為吉祥物之間的關係 就代表這幾個職棒之間的關係 然後譬如說就是你們想一想 我們漢人會去講梅蘭族菊 梅蘭族菊之間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就是他一定是透過這幾個圖騰的關係 去指稱這一些人之間的關係 然後譬如說我們談金木水火土 就是我們人跟人之間有各種不同的 什麼金木水火土的類型 我們透過金木水火土之間的關係 來討論人跟人之間的關係 所以他強調的是 其實所有的神話思考 都是幾個系統之間的同態關係 這是他跟圖爾幹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接下來圖騰是OK嗎 接下來更厲害的地方是 他認為圖騰是所謂普遍 就是幾個系統之間的關係 就是幾個系統之間的同態關係 是人類社會普通的 然後進一步他把我們以為好像 完全沒有關係的兩套制度 圖騰跟種性 他認為背後也是同樣的結構的變形 這就很厲害了 他說圖騰跟種性 他們在結構上面是同質的 人們是藉助這兩個系統 使他們的社會關係概念化 圖騰團力把自然物種想像為社會等級 種性團體把本身想像為自然物種 這有點奧孔 我們可以進一步來看 可是他基本上要強調的是 圖騰並不是一個那麼特殊的制度 他背後就是一套人類普通的思考方式 那我們來看這個是圖騰 這個是種性 所謂圖騰的特色是 就是他認為這兩個制度之間結構上是同性 怎麼說呢 圖騰是所有物種之間的關係 譬如說我剛剛談的魚、鐵、豹、山羊 這些物種之間的關係 相當於羽族、鐵族、豹族、山羊族之間的關係 這個是圖騰 就是物種之間的關係 相當於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 然後所謂的種性 他是每一個物種跟每一個群體先結合起來 然後再去多應 譬如說老鷹 老鷹這一個就是某一個種性 如果他是鷹這個種性 這一個群體 種性這一個群體的人就好像鷹一樣 他是先把群體跟自然物種先結合 然後就是每一個群體跟自然物種結合之後 不同的群體再去做對應 這個是種性制度 所以種性制度 每一個種性就是不同的自然物種 他們之間是不能通婚的 因為他是 種性是先把自然跟社會 一個物種跟一個社會群體結合 然後再去做不同物種之間的對應 懂嗎 他認為這一套思考方式 其實本身就是結構上面是同質的 只是一個是 種性是先把物種 先把自然跟社會結合 一個物種跟一個社會群體結合 然後不同的物種再去做對應 所以不同的群體之間是進婚的 因為不同群體就是不同的物種 圖騰制他們各個群體之間是可以通婚的 因為他們是圖騰之間的不同 相當於社會群體之間的不同 這是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把我們以為沒有關係的制度可以 認為背後是有同樣的一套結構 所以他說其實人是透過一串 基本對立的建立來思考 然後把這一些對立連結起來 圖騰是自然物種的關係 成為一種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 所以社會群體之間可以交換婦女 然後種性是先把社會群體跟自然物種 結合在一起 然後以自然的差異來表示社會的差異 所以每個群體是本質上互異的 每個群體就是不同的物種 所以不能去交換女人 不能通婚 然後基本上這兩個制度 其實都是自然跟文化之間的同種異性 就是背後是一套同樣的結構 只是呈現出來是不同的制度 然後接下來我要談一個比較 就是我還是覺得內學的特色是談民族誌 然後這一套結構分析可以怎樣去談民族誌 這個是澳洲夢驚人的神話 他認為澳洲的夢驚人 也是各種二元對立的一個制度 然後他們的二元對立 包括神聖跟世俗 男人跟女人 然後社會地位的高跟低 可是在社會地位上面 男人高於女人 可是在自然的地位 是女人高於男人 因為女人可以讓那個土地 就是讓土地充滿著養分 這個就是他要談那個故事 他說夢驚人的一個神話是 就是有一對姐妹們 他們要去一個聖湖 然後他們沿路 就開始命名各種動植物 就是各種的 所有的生物是由這一群女人 開始做命名 然後他們到了那個神聖的湖的時候 因為一個女人的月經污染的那個湖 所以那個湖裡頭住的那個巨人 就開始掀起那個狂風暴雨 就是他們的神話 可是狂風暴雨其實在自然 就自然而言是重要的 因為當地是乾枯 所以必須要有風雨來的時候 必須要有大雨的時候 才可以讓整個土地重新受到滋潤 然後才可以重新開始去生養萬物 所以在社會而言 雖然好像是男人高於女人 可是就自然而言 因為女人所帶來的這一些大雨 可以重新滋潤大地 所以就自然而言 其實女人的位置是高於男人 這就比較類似剛剛所談的 其實他也沒有認為自然跟社會 是完全的就是都是男人高於女人 反而在夢驚人神話裡頭 社會上是男人高於女人 可是自然上是女人高於男人 所以你看 男女其實是壞季節跟好季節 就女人對應的是好季節 因為開始有下雨 可以滋潤土地 然後可以帶來整個萬事萬物 重新被滋潤重新去生養 然後他談完這個神話之後 他就談說 在儀式裡頭也重新去展演這個神話 可是儀式的目的是透過展演的過程 其實重新要再把自然的秩序 再回復到社會的秩序 所以儀式裡頭又有重新 把自然的那個男女的位置 重新再翻轉成為社會的男女 就是社會上男人高於女人這樣的位置 那其實這一個邏輯就是 我們下禮拜博客要談的 因為博客要談的 也是一套二元對立的結構 可是他認為說 其實女性所代表的那一種自然的繁衍力 反而是整個社會不斷 再生一個很重要的動力 可是這一套自然的繁衍力 在儀式的過程 必須要重新被吸納進入社會的秩序 然後成為社會或男性可以控制的力量 然後社會得以再生 然後下禮拜博客就是在談 這一套儀式到底有什麼樣的機制 來轉化這個自然的繁衍力 成為社會可以控制的力量 然後到底 博客要談的是這一套儀式的機制 是什麼 還有為什麼不同的參與者 包括女人 包括小孩 在儀式裡頭都是被貶儀的 那為什麼他們要接受這樣的一套 儀式的象徵秩序 就是下禮拜博客會在這個脈絡之下 進一步討論 我們剛剛這樣看起來就是 李維斯托談科學人類學 談親屬的結構分析 然後就是這四組關係之間的各種不同的組合方式 然後接下來談透過結構語言學 談二元對立的分析方式 然後接下來談神話的思考 可是到他的晚期 他其實越來越關心所謂的二元對立 在社會上如何運作 因為前面我們談到神話思考 他其實都還是在談神話 可是到底在社會中如何去轉化 這一些二元對立的關係 或者是社會如何透過各種的社會機制 來整合二元的對立 然後得以讓社會秩序繼續的再生產 這個是李維斯托晚期所重視的 所以他晚期有兩個很重要的研究 一個是面具之道 然後這個其實台灣也有翻譯 然後很可愛 這個其實我們在親屬的第二個禮拜 我們有看過影片嗎 就在談Kakutu 那個地區 北美印第安人的這個面具 其實這個面具現在在紐約都是那種文創 就是非常非常有價值的 然後李維斯托他其實 你們看這幾組面具之間 是不是一種二元對立的關係 他認為面具之間 其實也是一種二元對立的關係 譬如說這兩種面具之間 其實也是二元對立的 就是一個是白底有雨 就是Swafi 這個面具 是白底有雨 吐舌 凸眼 大嘴 然後Jongnoqua 這個面具是黑色皮 餵吐舌 前眼 小嘴 其實這兩個面具的造型 也是二元對立的 就是這兩種面具之間的造型 是二元對立 可是接下來 李維斯托在面具之道裡頭 The William Musk 裡頭 反而要強調的是 這兩種面具在社會上 他所代表的各種不同的意象 還有他們傳承或者是甚至交換的方式 其實是一種去協調 那個當地的接續制度的方式 然後他其實就對於 就是北美 西北海外 印記他們的各個族群裡頭 他們如何賦予這個面具 就是每個族群還是賦予面具不同的意義 然後有不同的神話 或者是不同的傳承方式 他就反而是更進一步的 進入那個社會脈絡裡頭 如何賦予面具意義 然後如何透過這一些意義跟傳承的方式 來調解不同階級的關係 維持社會秩序有更多的描述 就是他後來晚期的研究 他不是只是在談二元對立 他反而比較關心的是 這些面具在每個社會裡頭 如何具有不同的意義 還有他傳承的方式 其實是一種協調社會階級的方式 所以這個是他後來的 晚期研究比較重視的 所以一方面要呈現共同的心理結構 就是所有面具有共同的要素 可是另外一方面又要呈現社會文化的特性 就是每個文化還是會賦予這個面具 可能不同的意涵 然後不同的傳承方式 來調整那個階級的關係 這是他晚期一個很重要的研究 然後還有一個是家屋的研究 其實這個面具這一本 The Will Musk 其實非常有趣 我記得之前有同學的加分報告 寫這一本寫得還滿精彩的 然後家屋社會 其實我也在應該是親屬的第二個禮拜 有討論過 就是我們那個時候有談到他的 家屋社會的研究 其實也是延續他的二元對立結構分析 他認為可是 就是在這一些二元的對立 其實在某一些社會中 譬如說家屋社會裡頭有一套去協調 超越二元對立的方式 譬如說像在Kakutu或者是日本歐洲 這一些強調家屋的社會 就家本身是具有物質跟非物質的財產 就是家他有房子有土地 然後家會有家民會有儀式特權 甚至有面具 所以家是有物質跟非物質的財產 然後在這一些家屋社會裡頭 他們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 就是要延續這個家的存續 譬如說過去人類學所談的父系跟母系 重婦居 重妻居 強調收養或者是強調親子關係等等 過去人類學談的各種的二元對立 在當地其實都可以同時被實踐 因為要延續這個家的存續 所以如果這個家 就是爸爸這一邊沒有可以繼承家人 就是從媽媽這邊的 就是會有母系這一邊的人來做繼承 然後為了延續家的存續 有時候可以強調重婦居 有時候強調重妻居 然後為了要延續家 有時候強調了親子關係 有時候強調了收養關係 他認為在其實不只是跨Q頭 包括日本歐洲中世紀的社會 其實都是透過各式各樣的方式 來延續家的存續 然後透過這一個家屋社會的延續 其實可以超越各式各樣的二元對立的原則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有進一步在談說 那後來人類學的家屋研究 其實又進一步去談 其實在東南亞的家的研究又 因為東南亞其實比較不是接續社會 那反而東南亞的家的研究 他不是把家似為物質跟非物質的財產 反而強調的是家如何 家的空間如何再現一套宇宙秩序 然後人在空間的實踐的過程 可以不斷地去重新詮釋那一套秩序 而帶來一些社會文化改變的可能性 我記得我那時候舉的例子是 我那時候去一般你們還記得嗎 就一般的 我那時候舉的例子是說 其實一般的藏屋 藏屋本身是一個儀式的空間 然後我那時候去參加一個一般的儀式 他們可以把過去那個儀式裡頭的 那一些唱頌的過程 在當代的情境之下重新去實踐 譬如說過去儀式的唱頌裡頭 就是使者會來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必須要把另外一個世界會有 充滿著掛滿著金銀珠寶的樹 要帶回藏屋 這是在過去的儀式唱頌裡頭 就是要送走使者到另外一個世界的時候 會告訴使者說 你來世會有一個充滿金銀珠寶的樹 你要把它帶回現在的家屋 然後我那時候去參加的時候 就看到有一個掛滿著當代貨幣的樹就出現了 其實他們可以透過那個儀式的過程 把資本主義 把國家的秩序重新 重新透過儀式的方式帶入當地社會 讓當地人可能可以開始接受金錢 然後開始接受國家的秩序 當然也透過他們儀式的過程加以轉化 就是那個錢不是個人所擁有 而是藏屋要進行交換分享的一些新的資源 就是在東南亞的家屋 其實還是延續 就是我其實那個時候在親屬的第二堂 我有談說其實家一直是人類學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議題 可是家其實 因為家其實就是一個人成長的地方 它是一個基本的社會秩序的一個 就是社會秩序之所以可能一個很重要的機制 所以人類學很重視家的研究 可是人類學透過各式各個文化的研究 反而在看的是其實家的內涵跟實踐方式 可以有很大的可能 有各種不同的可能性 就是我大概就是延續那個 李維斯托所談的家 然後去談說後來的實踐論 或者是東南亞家屋 其實更強調的是人在實踐的過程如何 在儀式的過程中如何不斷重新去賦予意義的一個過程 然後帶來社會文化秩序的改變 那我簡單的談 那在人類學裡頭受到 就是它的影響跟受到一些批評 譬如說 它的親屬研究會被問的是 那為什麼是這四組基本的關係 可是基本上這樣子的問法 是因為人類學還是關心意義 那你建立了這四組關係之後 你到底要談的是什麼 就是親屬的 基本上他會被問的是 他建立了親屬的四組關係 要談的是二元對立的結構 然後他去談神話 也是建立各個層面之間的二元對立的關係 也是要談結構 那人類學會問的是 那親屬跟宗教背後都是二元對立的原則 那親屬跟宗教有什麼不同 就是在他的研究裡頭 親屬跟宗教並不是不同的 甚至人類學關心 其實親屬跟宗教都有一些 很不同的關懷 就是對於我們安生立命 其實有一些不同的關懷 可能在李維斯托的結構分析裡頭 就不是那麼重視 反正他就是透過各個現象 其實要談的是人類思維的普通結構 就是他會被問的是 為什麼親屬研究是這一些基本的要素 然後甚至交換 包括了女人的物質的跟象徵的交換 其實會有不同的性質不同的方向 這也不是李維斯托進一步討論的 但通常結構主義在人類學中的一個位置 是他真的是一個很好的分析的方式 可是基本上人類學是把它當成一個方法 然後這一個方法有助於我們 重新去建立一套社會秩序 譬如說Module的實踐論 譬如說我剛剛所談的黃先生的那一套 結合結構象徵跟實踐的這一套方式 其實就是有助於我們去談一個 社會文化秩序的一個很基本的架構 可是接下來其實透過這個架構 其實我們要更進一步去談 包括在社會變遷的過程 其實意義如何不斷重新的再生產或改變的過程 包括我剛剛所談 黃先生去談那個哈密魯的觀念在改變 可是那個夢瞻透過夢去達到各種不同 哈密魯之間的溝通 其實這一套實踐方式還是繼續在運作 就是如果結構主義你用不好的話 真的就是我們那個時代有一句話 叫做結構主義的走狗 就好像什麼東西就套了一個二元對立 然後就是你到底對意義可以有多少的了解 對於人的安生立命或社會秩序的可能性 可以有多少的了解 結果結構主義絕對是一個很好的架構 可是絕對是不夠的 可是結構主義在人類學裡頭 其實也有很多的修正 譬如說Mary Douglas 你今天讀本也有在談 就是他反而去談是沒有辦法分類的 是危險的或者是神聖的 譬如說他有談到穿三甲 談到立位記裡頭 聖經裡頭的豬 因為豬是偶提 可是又不反除 所以在那個分類裡頭 是屬於沒有辦法被分類的 然後譬如說穿三甲 他好像有魚的靈 可是他又是哺乳動物 所以也是分類中有那個非常 ambiguous 的 就是沒有辦法絕對 被二元絕對分類的 其實他本身就是危險的或是神聖的 這是Mary Douglas 進一步在談的 然後 Turner 我們在宗教第一個禮拜也有談 就是他其實還是有一套二元的結構 譬如說他喜歡談什麼 就是各種不同顏色之間的二元關係 紅色 白色 黑色 然後他認為這些顏色 可以喚起人的某一種情感 然後這一些情感的抒發得以 讓社會秩序得以 就是因為有情感的抒發 所以讓社會秩序得以繼續運作 就在儀式裡頭可以滿足人的情緒的 就是情緒的張力得以被表達 然後社會秩序得以運作 所以 Turner 其實是把 李維斯托的二元堆利 加入更多的心理的內容 然後象徵的多異性來進一步討論 所以這個都是人類學怎麼樣去應用 甚至修正或者是補充更多面向 對結構主義的一些應用方式 然後Demote 有一點點複雜 我等一下看看有沒有時間講 然後實踐論就是 我剛剛所談向博地我談說 還是要回到人本身 一方面探討社會文化結構原則 如何透過實踐過程被當地人所認知 另外一方面是強調個人改變 社會文化結構的可能性 就是我剛剛譬如說舉家屋 東南亞家屋的例子 就家屋本身是一套儀式的 它本身就是一套儀式的空間 所以在儀式的過程 整個這個社會的一套宇宙觀 是透過唱頌的過程具體化了 可是在當代變遷的情境裡頭 這一套唱頌過程所提到的 很多金銀珠寶 其實在當代的情印之下被具現 就是開始有一個很具體的 掛滿金銀珠寶的樹 然後透過這個過程 反而讓當地人得以用他們原有的方式 來理解資本主義或者是轉化資本主義 這是結構主義所在談的 李莫特也是一個利用跟修正人類 就是李維斯托的一個非常精彩的學者 他有一本書叫 《街序人士談印度的街序社會》 他基本上他認為過去西方人以為 街序是一套階級的剝削情形 就是過去西方人認為街序就是一種階級的關係 這種剝削的關係 李莫特認為這是把西方人的個人主義的概念 套在印度社會 他說在印度社會裡頭 人是不斷透過Pure跟Impure 在做各式各樣的分類 包括婚姻 勞務 居住的地方 都是透過一套 就是純淨非純淨這樣的觀念在做分類 然後劉莫特強調是說 其實人從來就不是一個獨立人 人必須要在這整體的分類架構裡頭 就是人是一個街序人 一個社會人 而不是一個獨立人 所以人是在這樣一套非常多元細膩的分類架構裡頭 去找到他自己的位子跟安身立命的方式 所以Cust 從來就不是像西方人所認為 只是一套不同的階級之間的剝削方式 他認為是後來英國殖民治理 為了自己的需要才開始把Cust 變成幾種不同的階級 甚至就開始有政治經濟的權利 他說其實在過去 其實Cust 就是一套人的 Human Mind 就是一套人怎麼樣去 在社會生活中去從事 Pure 跟 Impure 的分類 然後因為那一套分類非常非常的複雜 所以人其實不是一個 就是他認為你要看每一個人 每個社會秩序都不需要從一個更大的社會人裡頭來了解 他並不是一種剝削的關係 這個就是大概人類學對於 李維斯托爾的一些應用 然後我下禮拜會再談戀曲 就是我剛剛有談到說戀曲 其實把那一套婚姻的方式進一步去發展成為 怎麼樣透過婚姻的方式來了解當地的社會秩序 甚至去了解當地的如何界定族群 就是在當地社會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語言群 然後這些語言群他們也有不同的儀式 穿著不同的衣服 可是戀曲是從李維斯托爾所談的這一組 就是從一套基本的婚姻交換方式來界定 他們是同樣屬於同一個戀曲族 就是下禮拜我在談 就是戀曲其實是把李維斯托爾的研究 運用到英語社會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可是他們後來有一點點不愉快 就是因為李維斯托爾他的研究 他沒有那麼關心實證 沒有那麼關心社會秩序的那個面向 起碼在他早期的研究 所以他認為戀曲的應用過於實證 可是戀曲就是一個英國學者 英國學者就是關心社會秩序如何可能 就是關心這一套二元對立的結構 如何在社會過程中去應用 甚至去調整各種不同的秩序 這個戀曲跟Block我就下禮拜再談 然後這一個性別的研究 其實就是我剛剛其實有帶大家再重新去思考一下 就是其實性別研究 也在跟二元對立的結構做對話 可是強調了 反而是象徵秩序多元矛盾的形式 譬如說各個文化對於自然文化社會個人 或者是工領域施領域的界定方式 其實並不是平行的幾組結構原則 反而中間有很多個人重新解釋 重新創造的空間 那我本來要談 poststructuralism 可能就是那個意義不斷在創造的過程 我想要從我自己的田野來談 我簡單的談我那個轉中的那一篇文章 雖然我覺得還蠻難的那一篇文章 其實那一篇文章 大概基本上要談所轉中的過程 雖然西方宗教進入 可是當地文化 因為我基本上談塞德克有幾個 很重要的文化觀念 Waya Lenunan 跟Udov Waya 基本上就是 他本身就是一套人跟人之間的和諧關係 可是他 我其實在談Waya 就是在談Waya的多異性 包括儀式的規則禁忌 然後包括各種的戒律 然後包括人跟人之間的各種的和諧關係 就是我要談說其實當地原有了幾個 很重要的文化觀念 像Waya Lenunan是心 然後Udov就是神靈 就是過去 就是不管是神為祖先 都是用Udov的這一個與會 那我其實那一篇轉中的文章 我放在宗教的第一個禮拜 我再談一次 其實這幾個重要的文化觀念 本身就是多異的 然後當西方宗教進來之後 其實他們有每一個人會因為 可能因為他的性別 然後因為他的社會 甚至因為他從年輕到老 那個成長過程 其實對這一些原有的文化觀念 跟西方宗教的觀念之間的連結 可以有非常多元的方式 然後我那時候做田野 就看到這些意義不斷的 重新被詮釋跟創造的過程 可是為了所謂學術研究 還是要比較有秩序的告訴讀者 就是做文化的轉譯的工作 所以我那篇文章 基本上還是放在三個教會的脈絡 譬如說在基督長老教會 他們就比較把那個心的概念 因為教會就是在強調那個悔改的心 所以他們就把心的概念加以強調 然後他們的挖牙就強調說 你做的所有的儀式 做的所有的禁忌 或是人跟人之間和諧關係 都必須要有心 你如果沒有那個心跟著挖牙 那個挖牙就是假的 所以我其實在談 譬如說在不同的教會 他們去連結那個傳統 跟那個教會觀念的方式 其實都有一些不同的強調 譬如說在長老會 他強調的是悔改的心 然後在真耶穌會 真耶穌會因為有方言 就是他們會有一些方言 來跟神溝通 然後在真耶穌會 就把那個Wuduf 的概念跟靈 就跟靈恩的概念結合在一起 可是雖然真耶穌會他們不再舉行儀式 來祭拜祖靈 可是他們在狩獵的過程中 其實他們還是有不同的方式 在跟他們的祖先溝通 因為還是認為狩獵的過程 其實那些土地都是老人家曾經居住過 或者是曾經狩獵過的地方 還是必須要不同的方式去跟老人家溝通 然後到了天主教 其實就是很強 我在談天主教的時候就談到說 他們的那個Wuduf 的概念 怎麼樣跟天主教的創造神的觀念結合在一起 就是我基本上要談的是 文化本身就是非常的多義 然後這一些多義可以讓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情境之下有 就是跟當代的 包括資本主義 包括西方宗教有不同的結合方式 然後這個結合的過程 因為我還是不能談 你要談那個多重的詮釋 可以談到非常非常的廣 可是我還是放在譬如說轉中 我就放在幾個教會 還是有一些特殊性來談 那裡頭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譬如說靈恩運動 你們知道靈恩運動嗎 就是從基督長老會 從那個真耶穌會 然後後來基督長老會 有所謂的那個祷告山 就是他們有到苗栗祷告山去祷告 然後到了當代有一個當代的靈恩運動的附贈 其實我在談這一些靈恩運動 所謂的靈恩運動在不同的脈絡之下 譬如說真耶穌會的 然後祷告山的 還有當代的靈恩運動 其實那個內涵也都不一樣 就是靈恩 Holy Spirit 好像一般就覺得 他就是一個好像以為是普遍的 可是我其實是放在不同的脈絡之下去看 其實這一些靈恩的內涵都是不一樣 譬如說在當代的靈恩 他們就很強調建議像做一夢 就當代的靈恩運動 然後甚至當地的年輕人 就強調每個人就是一個 每個人身上就是一個教會 每個人的所作所為 其實就是一個神在他身上的一個視線 所以我在談當代的靈恩 其實有一些個人化的面向 可是有一些譬如說強調夢的那個面向 其實跟過去的賽德格文化 都還是有一些可以相互結合的地方 就是我基本上在談說 社會變遷從來不是斷裂的 反而是跟過去的文化 有很多各種不同結合的方式 那篇文章難就難在說 其實文化本身就是多益的 然後人本身又可以有不同的詮釋 可是我還是盡量從幾個脈絡 希望大家了解那個意義不斷在創造的過程 然後我那篇文章其實最後也是在跟 跟宗教做對話 因為我其實今天本來要談的是 土耳幹怎麼樣去談宗教 就土耳幹談的宗教基本上認為 宗教是神聖的 然後宗教是有教義 有組織有儀式 可是我基本上在問的是 過去的Waiya 其實談的是人跟人之間的和諧關係 其實他本來就是一種日常生活的宗教 其實神聖跟世俗本來就不是二分的 甚至到了當代 其實過去的人 過去很多學者認為當代是世俗化的時代 好像就是神聖跟世俗開始二分 可是我反而要談的是 其實包括一個神學家在談說 當代的宗教其實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方式 包括各種良善的本性 或是各種的人跟人之間的對待 我可以用我文章裡頭所談的 就是我其實在談說 其實當代的宗教是什麼 也必須要重新被思考 神聖跟世俗之間也不見得是完全的 就是兩個不同的範疇 就是我可以談說 其實當代對於宗教一個神學家所談的 他說神恩有各種不同的形式 包括科學的理性 浪漫主義的本性內在衝動 康德的善良願望 眾人的善等等觀念 其實都是神恩的不同形式 這個是一個神學家在談的 所以我後面反而是在談說 其實過去的瓦亞本來就是一種日常生活的宗教 然後其實神聖跟世俗之間 本來就不完全是兩個不同的範疇 如果你們有興趣 就是我做這樣的介紹 其實主要是告訴大家說 其實那個文化的多重性 還有個人本身 就是我一直要講說 文化是對每個人都有意義 所以每個人可以對於文化 一方面文化本身就是很 就是內涵就是非常豐富 然後每個人可以 有怎麼樣的一個詮釋的可能 其實都是 就是讓這個文化可以更加動態 更具有活力的方式 所以我一向不認為 就是文化就一定會 就是在變遷的過程中文化就會消失 反而是那個重新不斷賦予活力的過程 我把圖爾幹的放在PPT裡頭 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第一個部分是圖爾幹怎麼樣界定宗教 而且甚至他要處理的是知識論的性質 就是知識是從社會而來 雖然他需要透過各種個人去經驗 就是他要整合先驗論跟經驗論的方式 然後第二個部分 其實我在談的是 圖爾幹他要先界定什麼是 就是他認為最早的宗教形式是圖騰字 他認為所謂宗教不一定有個人的 不一定有神 不一定有個人的靈魂 反而是圖騰本身是 就是最早的宗教形式 然後中間有很重要的是 他怎麼樣去論述圖騰崇拜的是社會本身 這個我下次有機會再談 就他要論述的是 其實宗教的神聖性是來自於社會的整體性 然後接下來他要再談的是 可是圖騰不只是信仰 他必須要透過儀式 在儀式的過程 人在一種集體狂歡的過程之後 會感受到一種集體的意識 就是這種集體意識必須要透過儀式的實踐過程 內化成為人的一部分 所以所謂社會跟個人也不是二分的 因為所謂的集體意識必須要透過儀式的過程 讓人可以感受到 然後開始成為人的一種力量 所以他其實談圖騰 他也在談其實社會跟個人之間的關係 透過儀式談社會跟個人之間的關係 甚至他最重要是要談說 其實圖騰是一套認知世界的方式 就是一個社會相信 一個四族認為一個圖騰是神聖的 然後其他的萬事萬物就會因為 他跟這個圖騰的關係 而被放置在一定的位置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的爆竹好了 一個社會如果他的圖騰是爆 然後其他萬事萬物就會看 因為他跟圖騰的關係 而被安置在一定的位置 所以他後面要談的是 圖騰是一套宇宙觀 然後他透過這個又進一步去談 所謂知識的性質 你們可以先回去看一下 PPT 然後我本來只是要把 我覺得我好像還是必須要有責任 把古典三大家如何界定宗教 就是跟大家做一個介紹 那我不大知道有什麼機會 再回來談圖爾幹 可是如果你們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然後當代當然是不斷的在 跟這三大家做對話 包括我們接下來談韋伯 韋伯要談的是世界宗教 然後好吧 那格爾茨就開始修正尾伯的一些 對於宗教的定義 就是不斷的 就是我覺得人類學跟社會學的關係是 我們會不斷的用社會學的架構 然後不斷用各個文化的觀念來對話 或者是甚至做一些修正